在這一節的龍捲風裡面呢 我們就要來告訴你 馬祖跟金門的一些傳奇故事 過年時刻 你可能已經跑去馬祖金門走了一趟了 但是呢 這裡面當中 其實有些事件 甚至可能引起整個歷史的改寫喔 另外呢 在今天我們的龍捲風裡面 也會告訴你 哪個人的墓是最難挖的 現在大陸上面呢 有幾個墓 到現在目前還挖不出來 你動用的大量的軍隊 也找不到他 究竟是誰的墓呢 歡迎資深軍事評論員張有華 立剛好 大家新年恭喜 資本家文化社長劉燦榮 立剛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立剛好 大家好 文史工作者管仁健 立剛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在現在這時候 先來講第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民國73年的6月27號 其實這是一件烏龍的事件 在那一天 如果這個烏龍的砲擊事件 引發成戰爭的話 那現在台海的局勢 可能變成不一樣了 立剛 這個講砲擊事件 我覺得講得太小了 應該是講砲戰啦 什麼 你要曉得 這麼嚴重啊 6月27號的那一天 當時在金門的潮雨 你看地理位置 這一定很前線 很前線 直接對著 當時福建軍區 對我們台灣 可以說是也是他們的最前線 叫角雨 這是中共的 這是我們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是砲戰嗎 怎麼說 打了100多發105流炮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說我們的流炮 105流炮打到角雨去了 100多發 這簡直就是什麼 強靈雨下了嘛 昏為平地了嘛 好 OK 那當時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來聽聽國軍怎麼說 國軍他講 他說 我們要反制大陸水鬼的滲透啊 水鬼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必須要對外發言 因為那個砲戰造成了當時 中共那邊一死兩傷 而我們國軍也有一個人死亡的 這樣的一個悲劇 好啦 對外是這樣說 但是其實後來發現 這根本就是一個謊言 其實當時國軍 這100多發槍流炮射出去 是為了要抓一個逃兵 抓一個逃兵而已喔 等一下 100多發的流彈砲出去 結果只為了抓一個逃兵 這個故事就要從 我們講的這個逃兵 莊輝亮開始說起 話說當時他從新冰中心退伍之後 他就被下部隊分發到 我們剛才講的金門這個草宇的地方 好 那他跟這個單位的輔導長 叫趙國輝似乎有點不對盤 所以兩個人就互相沒什麼投緣 結果有一次 莊輝亮他的戰哨 抽菸被伐掌抓到 破的抓到之後就說 阿亮啦 你吃飯給我 嚴重了 可能關禁閉啊 不是可能 是就是關禁閉 這麼嚴重 莊輝亮他不服氣啊 他心裡想破的 你就是看我沒順暗嘛 對不對 你就故意整我嘛 所以你把我關進去 所以他被關的時候 他一心很想逃出來 還真被他給逃走了 他從禁閉室逃出來之後 他就呢 立剛 你說這個地方你要逃去哪裡啊 你只有跳到海裡面去 才不會被人家抓到 是啊 你一逃出去的話 只能跑到附近的道遊過去而已 他就利用當時工兵的模板 然後趁著退潮的時候 整個人趴在模板上就滑出去了 怎麼真的讓他滑出去了 一時半才還沒有人知道他逃兵啊 但是他根本逃不回台灣本島啊 結果後來呢 是到了已經是這個 來 地理位置大家看一下 800公尺外了 才被關廁所的關廁員可以看到 上級單位 金公司一聽 丟人啊 丟人啊 丟人丟到中共那邊去啦 怎麼辦呢 聲要勤人 死要見屍 那你怎麼勤人啊 我都說他都已經溜到800公尺外 你怎麼勤啊 對啊 這時候他們就想 那長官說死要見屍嘛 不然就把他炸死好了 所以是這樣子 為了抓一個逃兵耶 等一下 所以這樣子 就啟動了榴彈炮 對 然後當時他們這個什麼 這個單位3195營3連105流砲 對 就開始砰 砰 砰 就100多發就這樣射出去囉 好 那為了是你對著 這一個800公尺外的裝輝量 有一點點感覺真的是 大海落針吧 這個好像是這個 對啊 因為你不好射嘛 對不對 為什麼 用槍 你要想那個年代 用大砲來打小鳥 民國73年 那個槍流砲射被老舊 再加上它又潮溼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 竟然砲的陣地代號有人聽錯 所以我才講嘛 其實本來也許沒那麼難 但是你剛剛那個連環錯的下場 是不是有可能真是大海落針 你怎麼打都打不到 好啦 結果就打... 好 目前我講到這邊 是沒有結果的 但是消息卻已經走漏 你知道怎麼走漏了 怎麼走漏 金房部司令那時候是誰 誰 好卑卑 好博春 好博春當時他正在金門 接見外賓 結果就聽到碰碰碰碰碰 接見外賓一聽 開心耶 笑 遇到開戰了 不是 他心裡想 這是禮炮對吧 來 外賓以為是禮炮 歡迎我們來對不對 結果呢 好博春呢 就勉強擠出了笑容 可是他心裡清楚得很 這哪是禮炮 要出事了啦 所以呢 他也就不直接問中階軍官 因為他知道可能會關關相戶 他直接把低階的這些阿兵哥 叫過來 發生什麼事情 還沒有人家講 不...不報告司令 有逃兵啊 我就知道有逃兵 你看 結果現在他們是用槍 流炮去射嘛 對不對 好啦 結果 京東市的那些人知道 什麼 好司令知道了 那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 流炮不管用 直接叫一個副營長 派了六艘的快艇去追啊 好啦 結果就在追的時候 中共那邊 也派了四艘快艇來追 結果兩邊呢 就這樣追追追 結果還好我們的六艘快艇 比較快到 找到了裝輝量 就把他去抵回來 那時候還是活著的 好啦 抵回來 那個時候 媒體啊 也知道這個事情 可是媒體呢 卻也被國軍給蒙過去了 直接說說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共軍挑釁 後來呢 他們還 國軍成功逮獲了水匪劉成林 交與四艘就被報導成這樣 抓逃兵就變成弄成這樣 抓水匪啦 那當時呢 京東師你知道參謀長是誰嗎 誰 丁渝舟 前官局局長 他在回憶錄中也曾經提到說 當時他有消息知道說 福建軍區私立 匹定軍曾經用電話向中共中央報告此事 但是這裡頭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 因為匹定軍早在七年前 他視察的時候墜機死掉了 你注意啊 你看你看你看 你這邊的報紙中央日報的投票 匪傳多批騷擾嘛是不是 然後匪蛙人劉成林 我剛才都講了嘛對不對 從抓逃兵變成抓水匪了 那丁渝舟那邊那個 講的那個是一個插蛙的一個事情 不過我要講說七年前 匹定軍已經死掉了 那仔細看 那丁渝舟是觀洛英 才能聽到匹定軍的話嘛 但話說回來我還是要回到郝伯伯身上 因為莊惠拉後來抓回來當然是槍斃 槍斃那時候那個郝伯孫 他就很想知道說 那到底他有沒有被流砲打到 所以就去驗 就一驗呢 驗到莊惠拉遺體上面投了 這個炮彈的碎片 有被打中 有 但是是遏制的鋼片 也就是說是有被打中 但不是被我們的流砲打中 你說是被指對方的 是被中共的流砲打中 你說諷刺不諷刺啊 居然最後驗出來的炮彈是二字的炮彈 那這不代表說 我們打出去了百發流砲 連一個逃兵都打不到啊 想想看 這打小鳥用大砲 你不覺得整件事情很奇怪嗎 但是這兩天啊 你有沒有去馬祖遊玩一下 你去了馬祖 馬祖會看到一個高登島 高登島上有個高登之光 高登之光是什麼呢 一個石壁上面七的幾個字 寫著汪西田在此 水鬼躲避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其實如果比較早期當兵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 金門 馬祖都有水鬼在魔哨 那高登島上汪西田 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跟你講這是國軍首次情惑 水鬼啊 他發生在什麼時間呢 43年的11月20號 1954年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聯合報還登得很大 都是11個字 對障工整 叫什麼你知道嗎 風高月黑 水鬼對 盲目摸探 然後呢 智勇雙拳 汪戰士 力情鬼魅 哇 你就曉得 你講對障的多工整啊 對不對 是啊 好 這是個大新聞 為什麼你知道嗎 當天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我跟你講 汪西田 他剛剛介紹之後 差不多才40分鐘 月黑風高 看 月亮高高掛著 他就 欸 他怎麼聽到 他在高登以西 差不多200公尺左右 聽到不尋常的聲音 你知道嗎 所以他聽到風高的時候 聽到不尋常的聲音 聽到不尋常的聲音 然後呢 有木船 砰 撞上石頭 欸 他耳朵很利喔 他分得出來是木船喔 他就開始警戒了 然後他就看 距離他不到10公尺 才7、8公尺的旁邊是樹仇 就在動 他知道 不對 然後 站住 口令 對方不答話 不答話 他就拉槍機了 結果對方就先開槍啦 水鬼先開槍 水鬼開槍啦 對 一槍 砰 竟然打中他左胸 等一下 他把他還擊 他中槍了 他中槍 我跟你講 他左胸連中兩槍 什麼 左胸中兩槍 那這樣子肺部就受傷了 對 他竟然沒有打下去 水鬼右手中一槍 這兩個人你知道 都受傷 那個時候水鬼速度比他快 他雖然身體很健壯 可是水鬼馬上丟出 用左手丟出兩顆 他們共軍制的手榴彈 結果那手榴彈 咻 飛在天上 你知道 汪喜田戰士 就衝出去 把那個水鬼抱在一起 兩個人在地上滾了 近距離要肉搏戰了 結果兩顆手榴彈都引爆了 這兩個人 竟然奇蹟似的 都還在繼續搏鬥 而沒有受傷 可能立剛 我跟你講 那時候報紙寫得有一點 就是美化啦 你知道嗎 代表說 他是多麼的艱難地造 後來是把水鬼制服這樣 後來你知道怎麼樣呢 這個時候水鬼掏出了手槍 然後結果汪用手去擋的時候 那個時候 砰 應聲 把他的手掌給打破了 什麼 就算是這樣打破 他還沒有放過水鬼 還是繼續抓住他 纏住他 他還是繼續奮戰 這個時候正好 我們的援兵到了 你知道嗎 不但救了他 而且把水鬼給生情活捉了 好 這個還得了 汪戰士生情水鬼 第一次你知道嗎 馬上 馬上給他立杯 杯子上面寫什麼 汪喜田在此 毛鬼迴避 而且發動了至少半年以上的 向汪喜田學習活動 大家都要跟他學習 那時候真的是在金門前線 是金馬的前線 非常非常轟動的一件大事 好 除了這個事之外呢 隔了還不到一年喔 隔年44年 1955年的7月20號 我跟你講又發生了 又發生了這種事情 有八個中共的水鬼 訓練精良喔 你知道他在哪邊 你知道他在大陸是用什麼船過來嗎 用什麼船過來 不是快艇喔 是用一艘遊艇耶 很奇妙吧 讓你覺得 讓你不會有戒心 用遊艇開到哪裡 開到胡子羽跟三角角之間 就放下來了 你知道那個地方靠近哪裡 靠近烈雨 烈雨是金門的最前線 哇 放下來之後 我跟你講 那時候他們在準備 要烈雨摸上來 你知道那天他們是 竟然是中午要跑去摸我們的哨 你知道嗎 等一下 應該要半夜摸才對 怎麼會中午上來呢 奇怪了 不知道 他們這個任務蠻怪的 好 那你下來之後你知道嗎 然後突然 海上我們的守軍看 有一個像浮屍一樣的人 載浮載塵 這個人看起來就很怪 守軍開始馬上警戒 那時候已經發現 海面上有東西在動了 有東西在動 可是看起來像雜物 又不是像 又不像人 然後結果一看 更多 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個你知道 那個時候馬上通知海角部隊 我們出動了 我跟你講 劉成勳少校 率領實名建俄 下水了 然後就開始 船快要到的時候 對方先開槍了 先開槍是 我們的訓練就是 對方開槍 我們就準備肉搏 翻下去 大家一起站了 就在海裡面就站起來 你知道嗎 其中有一個戰士叫 翟鴻國的 翟鴻國很英勇 跟一個水鬼至少打了十分鐘 分不出勝負 後來翟鴻國技高一手 刀一拔出來 刺中他的大腿 哇 他一大叫 哇 結果 這個水鬼就被生情了 還有兩個人不肯逃 其他五六個人都跑掉了 有兩個不肯逃 一個被打死 另外一個水鬼也被抓了 這一次我們一箭雙雕 抓到兩個水鬼 這次真的是大弓一箭 這個大弓一箭 那還得了你知道嗎 你知道 這些人不是像我們剛才當兵 他們那個時候是無家無靠的 是無倦無依的 所以他們都在金門長期的當兵 馬上這 我跟你講 翟鴻國被像英雄一樣送回本島 叫度假一週你知道 度假一週 哇 這噱頭可多了 一下飛機 馬上十四名小姐獻花致敬 然後呢 帶你上陽明山玩 帶你看電影 帶你看平劇 什麼都來了 那時候英雄真的是不得了你知道 最後還跟國民黨中央款驗 你知道 還遊碧潭 遊新店 通通玩完了 再讓你回到金門去當兵 那個時代 真真真真叫做英雄的 黃金周跟舉光周 風光一時啊 摸到水鬼抓到水鬼這不得了 你可以有黃金一周 但是我們注意喔 在當時的時候呢 兩岸之間的對立之下 其實水鬼摸哨 稀疏平常 他們摸過來 我們都跑去大陸那邊摸哨 開頭是割耳朵割鼻子 後來呢 變成看電影 拿個電影票回去交差 可是但是我們注意喔 死亡最多的是哈冰哥嗎 其實在金門馬祖 死傷最多的 居然是當地的居民耶 其實在國共對峙的時代 尤其像金門馬祖這種地方 尤其您剛剛提到 比如像汪喜田 那樣的一個東西 大家都想要立功勞 所以一聽到有水鬼 我跟你講 大家拼命去抓 而且為了要立功 甚至常常看 看到黑影就開槍 結果反而就像您剛剛說的 傷亡最多的 不是那些士兵 也不是那些水鬼 很多都是金門的群眾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舉一個 不就是民眾嗎 怎麼反而他們死傷最多 因為當時大家都想到說 我如果抓到水鬼 我就可以立功對不對 所以在民國53年的時候 就曾經發生過一個例子 當時金門有一個叫做 王詩欣的民眾 他自己因為太太過世 他自己就帶著一個6歲的兒子 他的兒子叫王裡欣 那因為他總是要工作 總是要生活 所以他就帶著兒子 到這個港口邊去做工 那因為他的兒子 可能就覺得累了 你知道嗎 就跑到漁船上面 那個一個房間裡面的 那個竹籃裡面睡覺 結果王詩欣 他自己做工做一做 沒看到兒子 他也疲憊了 你知道他就回家了 那回家去想說 可能兒子自己跑回家了 那也就沒這個事情 沒有想到 他的兒子這個王裡欣 在睡起來之後 一看爸爸怎麼也不見了 然後叫也都沒有人應 門又被關起來 所以這時候他就幹嘛 他就開始敲那個鐵門 因為整個鐵門都關上 就開始敲 那這時候旁邊剛好 就有一個衛兵經過 那你知道在當時 全部都是帶著槍 真槍實彈的 全部在那裡巡邏 結果這個阿兵哥走過去說 一聽到裡面有聲音 然後還有人在敲鐵門 他一時就覺得說 我這是大功 立大功的機會來了 但是裡面可能已經有水軌上岸了 搞不好有人上岸 又是晚上時間 怎麼可能會有民眾在這裡 還在那裡敲鐵門 對不對 而且又不是這邊哭喊什麼的 他一開始之後 想也沒想 也沒有去問問看是誰 直接拿了步槍就開始打 打了三分鐘 什麼 那子彈全打光了 一直打到 完全都沒有聲音 這個阿兵哥還自己覺得說 我賺到了你知道嗎 我馬上就會像這個汪喜 汪喜田一樣 我把報紙會被報燈很大什麼的 結果鐵門一打開 發現是一個小孩子 那小孩呢 已經死了 被槍打死了 是 所以這個阿兵哥 結果當地的民眾 就這樣子無緣無故亡死了 對他本來以為說自己馬上 就會成為大家表揚的對象 結果還要去人家家裡面 去跟這個小朋友的爸爸 報告這個死訊 所以你說為什麼會有這樣 爸爸多難過 是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呢 其實我跟你講到7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更糟糕 因為以前像金門這些部隊裡面 都有很多的這個比較 年紀比較服役時間比較長的人 那這些人其實他可能對戰場經驗 或者在這個服役上 他會比較有判斷的能力 但是後來其實台灣這邊 不斷有充員兵 就是一般兵這些通通都補上去之後 有些人就為了要立功 有些人就為了貪圖什麼高額的獎金 所以經常都會有一些狀況發生 你知道嗎 馬祖日報在1971年3月20號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個報導 他是講到有一個 剛到部隊服役的一個阿兵哥 叫做梁毅力 然後他寫到這個報導的時候 他是講什麼 他說有一天他在戰哨的時候 在2月28號戰哨的時候 當時月黑風高 然後這個視線不佳 結果他才剛入下部隊一個月 突然聽到前方 好像有人在匍匐前進 那他緊張了 因為他才剛下部隊 對 而且他覺得說 應該就是水鬼來了 所以你知道嗎 他就寫說 智勇雙全的梁戰士 一心想要殺匪立功 這個厲害了吧 馬祖日報的報導用這樣寫的 所以他就講說 他本來是講說活桌黑影的人 結果沒有想到一過去的時候 居然發現黑影有三個人 所以他馬上開槍 等一下 黑影三個人表示說 有三個水鬼 是 報紙是這麼寫 他說他馬上開槍 接近10公尺的地方開槍 結果只聽到前方的那個 前方的那個黑影 突然一聲 一個人就倒地了 然後另外還有兩個黑影對不對 他本來要繼續去追 結果就被瓦斯槍毒氣 給弄昏了 那表示說他打打中了 是 很厲害 沒錯 所以瓦斯槍給弄昏了 所以這個梁毅力 後來還是那一年的什麼 國軍戰鬥英雄 還撥了五千塊的獎金 你就說這個國軍楷模 國軍英雄楷模 戰鬥英雄 而且撥五千 60年的 你撥六十年的 你撥六十年的 五千塊很大 你知道嗎 好多個月的薪水 好 問題來了 他當時開了槍 所有人通通緊張了對不對 怎麼沒事開槍呢 大家都出來找發生什麼事 說有水鬼 從頭到尾也沒人發現有水鬼 等一下 他不是打掉一個嗎 對 那個不見了 中槍了還跑得掉 不知道是被兩個拖走還是怎麼樣 反正現場也沒有痕跡 也沒有人知道水鬼是從哪上來的 那個水鬼厲害 對 完全都沒有痕跡 然後這個梁毅力 他本來不是被弄昏了嗎 結果他到醫院去休養 那回來之後 因為已經大爆特爆 他已經是戰鬥英雄了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要回到 他原來的單位就是東局 結果你知道嗎 他也沒回去 他被調到北竿去了 東局沒去 調北竿 所以到底是不是出了事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打到這個水鬼 也沒人知道 但是你可以知道嗎 在當時的獎勵的狀況 誇張到什麼 如果你知道邵兵有發現到 人家這個共匪的武裝的船來的話 獎金就15萬 15萬 不得了 在當時15萬可以買好幾艘方船 抓到船15萬 如果你活捉水鬼 一個人獎金10萬 10萬也不得了 抓一個就10萬 你想想看他當時想抓兩個 他就發現三個 兩個的話就20萬 還可以買好幾間房子 他三個就30萬 然後如果射殺水鬼 如果只要有屍體在 獎金3萬塊 3萬 對 但是你如果是一般人 你不是在執勤的時候 我跟你講 一樣有比照給獎 所以在當時那樣一個風聲和力 大家都想拿獎金 還有榮譽家可以回來的狀況之下 當然就造成很多無辜的 金門的民眾的傷亡了 在當時戒嚴時期 大家可以看到 在馬祖跟金門其實 那時候是鶴裡風聲 許多阿兵哥想要抓水鬼 但是你注意喔 這軍方的演習上面來說 很多地方也根本完全是 慘無人道 在當時一個演習下來 十幾名將領 沉到大海中去了 任健 究竟是怎麼回事 不是這樣你 應該說是十幾個小兵 這個成功 這個叫做馬屁 這是我們國軍史上最典型的馬屁演習 什麼 這是馬屁演習 馬屁演習 這個不是以軍事任務為主的 這個是怎樣 大概在1961年4月1號 老蔣就命令在台北縣的三峽 比較偏僻的山區裡面 就成立一個叫做國光作業室 就從山軍裡面 調來了兩百多位精英 就是要規劃講說 其實就是紙上作業 準備要反攻大陸 高師作業 在後來軍方稱為高師作業 紙上作業 紙上反攻而已 好 那結果到了6月24號的時候 真的來搞一個演習 那個演習叫做什麼 叫做成功一號演習 那怎樣 就是把當時那個金瑞 就是陸戰隊 就想說來模仿一下 怎麼樣登陸演習 那他們在哪裡 在左營的那個桃子園海灘 在那裡 那就是講說有這個LVT 就是他們就是講說 一艘船就這樣放下來 然後有登陸艇 那水牙子 對 那放下來以後 那當時呢 當時是 那可是因為那一天 剛好就來大颱風 那這風浪大到 根本就沒有辦法 這放下來 那水牙子放下來以後 你知道 一放下來馬上就翻 一放下來就翻 水牙子就翻掉了 對 風浪大明知颱風要來 颱風也可以預報啊 結果居然還要執行這樣的演習 對 風雨無阻 風雨無阻 因為這個老蔣要看 你不能不讓他看 好 那就好了 就放下來 放下來以後 然後這個就是 一連放了五艘下來 就是一艘下來 就翻一個一艘這樣 像下角子一樣 根本就有去無回 那這個翻了以後是這樣 那個水牙子翻了以後 你沒有辦法從裡面 你沒有辦法 因為裡面那個水牙不一樣 就像汽車掉到水裡去 因為壓力過大 反而你變成艙門 根本打不開了 你必須從外面 你必須要從外面來開 但是你根本打不開之後 裡面一直在灌水進去 對 那是你必須要從外面 把門打開 可是問題是誰 誰敢 就是這個時候演習的時候 誰敢下去開 就是一連 而且風浪那麼大 對 一連五艘這樣下去 不明其妙的這樣子 因為那個根本就不可能 就是大颱風裡面 你去演習 你去做這樣的演習 水牙子 根本不能承受那樣的風浪 對 沒有辦法承受那樣的風浪 大船都沒有辦法 何況是小船 對 那另外像是 那其實不只是這樣的事情 另外像是 我們國軍還有一個 除了這個馬屁文化 另外一種馬屁 另外一個馬屁文化是說 就是風雨無阻 另外一個馬屁文化 叫做就是講說 人不能被俘 就是一定 就是要嘛是死的 要嘛是活的 就不能被俘 那最有名的就是這個講 東山島戰役 東山島戰役 就發生在韓戰結束前十一天 中共那裡已經派了兩萬人 登陸東山島了 那海軍一看 哇 人多那什麼 海軍就撤退 就撤得很快 就把那個 就把我們登陸在上面的散兵 就全部棄之不顧 就通通都跑了 海軍先跑了 散兵還留在東山島上 所以你看到那個 中國發布的那個新聞 你都會覺得很可笑 因為那些散兵穿的 都是美軍最好的裝備 那個共軍 他那個制度 還是那個傳統 就是用布在那裡打綁腿 這樣的就是他們 俘虜了我們的 俘虜了我們的部隊 有七個學生 就在這個島上就被俘了 但是因為當時消息不明朗 那所以國軍這裡 就那個政戰學校 這裡就要宣布 就這樣 因為當時就是政戰治軍 部隊裡反彈很大 部隊也不喜歡政戰 因為那個軍人都希望自己治軍 也不希望旁邊有人 有輔導長來干涉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發生一個 很好笑的事情 政公幹校就大肆宣布 講說我們有七個學生 陣亡 就講了就是 所謂的政戰七烈士 當時他們把政戰學校 七個 七條路 七條馬路 就是現在我們做那個 國軍體能戰技 在賽跑用的那個 那個馬路 每一條上面都有路 都有路 結果還立了一個杯 你有沒有注意到政戰校 還有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 東山七烈士的杯 對 那最好笑是 其中有一個叫張軍豪的 他的太太也是讀政公幹校 然後好了 他現在講到他先任陣亡了 他們怕他太傷心 就把他送回老家去 結果坐火車的時候 因為那個年代的火車 沒有那個 就是大小便 直接就是挖一個洞這樣 他就從那個洞裡 就掉下去了 到底是意外還是自殺 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我們就那個 政公就把他宣布講說 哇 那這不得了 就是他殉情嘛 你知道就是 先生殉國 太太殉情 哇 講得這麼美好 對 然後就 然後就又在那個 政務幹校裡面 挖了一個湖 叫做鴛鴦湖 那就好了 這不得了了 可是呢 到了 結果到了民國七十年代 就是兩岸開放以後 有一個很大的笑話 就出來了 原來那個張軍豪還活著 他老婆也是白白的死 等一下 張軍豪怎麼還活著 庇魯了 結果最後還是活著 不但是張軍豪 不但是張軍豪還活著 這七個人裡面 有四個 有四個都還活著 那這個是 實在是荒謬到幾點的 那所以 那政公幹校 就趁著講說 趁著講說 學校要改建 就是把現在這個 把那個鴛鴦湖 給填平了 那現在這些馬路都還在 但是現在這些馬路上面 都沒有路 都已經沒有路名了 都沒路名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 在以前的時候 國共戰爭之下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許多的烏龍戰爭出現 烏龍的事件出現 連這樣東山島的戰役 搞到最後呢 震戰的模式之下 變成英雄美談 但最後發現 其實真的是荒槍走板 可是呢 在對日抗戰的時候 大家注意喔 那個時候有一個女英雄 那個女英雄是誰呢 雙槍黃八妹 黃八妹在浙江地帶呢 是做遊擊戰的 日軍只要一聽到 黃八妹出現了 趕快就閃啊 黃八妹不僅是日軍 頭痛的人物 也是共軍所頭痛的人物 那黃八妹各位曉不曉得 我小的時候 曾經見過她 你見過她 曾經見過她 為什麼呢 我見過她 她那個時候 住在上海路的銀邊裡 就是現在的中正紀念堂 就是現在臨聲南路 她那個時候 只要她出來 我們小時候看到她 只要她那個出來 那個警察還有很多人 那個時候警察幾乎都是軍統出來的 看到她全部盡理 她講話 對 她這麼尊敬 對 一言九鼎 一言九鼎 那小孩子有時候去纏她 講故事 因為她只有一個女兒 她的先生叫做謝有勝 然後死在大陸 她只有一個女兒 她女兒也差不多跟我們一樣 然後那個時候 聽她講那個故事 我們真的是看她用那個槍 當然那種槍跟現在的 一般的手槍不太一樣 那種叫土槍 她一轉 她雙手 真的是能夠發射子彈 而且兩手 雙手不簡單 好 那我就講這個人 就我的記憶所及 其實她童年是非常的悲慘 他們家有十三個小孩 她名列第八 各位看 她是名列第八 她名列第八 她從小就送去當童養席 但是她不願意當童養席 結果呢 她就敗在一個私箫的下面 就是延宵下面作為一個弟子 然後作為一個弟子呢 那這個延宵在十二歲的時候 教她耍弄雙槍 所以她雙槍撒得很好的時候 就把這個延隊通通交給她 那剛剛好交給她的時候 她成立了一個叫做私箫大隊 那私箫大隊就碰到了抗日 那碰到抗日的時候 她就開始幹嘛 她一方面開始抗日 她一方面再開始打那個土匪 所以她很厲害 那雙槍黃八妹真正厲害 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 杜立德轟炸東京的時候 我們看杜立德就轟炸東京 然後她在蔗西降落 蔗西降落你知道嗎 黃八妹就救了一個空軍飛行員 而這個空軍飛行員導致了日軍 她清剿整個正幹線 清剿正幹線的時候黃八妹不錯 她還打得不錯 不過她很厲害 她從一個私箫變成游擊隊了 她簡直就是一個羅賓漢 然後去誘使她加入國軍團隊的 還是一個女的叫做周斌 周斌是中華民國唯一的 唯一第一個晉升少將的 叫做女軍統特務 結果吸收了她 她就除了救了美國人 而且她還幹掉至少幹掉 三十多個日本人 這麼厲害 所以使她的游擊隊變三百多個 變那個三百多個以後 日軍也要清剿她 說只要那你投降 我就放過你村子 結果這個時候 黃八妹各位曉不曉得她在哪裡 就是現在的漁瑤這個地方 浙江漁瑤這個地方 那浙江漁瑤這個地方 她同村的人沒有一個投降 連包含黃八妹不肯投降 結果被日軍通通都清剿光 真正講到黃八妹的歷史 她跟我們講的最多了 她從上海一路打到城市 城市打到周三 周三打到大城 然後她是被蔣介石委任的 叫做北海司令員 就是挺進重隊北海司令員 她是專門在大城戰役裡面 是幹什麼的 就是對付解放軍的 她對付解放軍 當大城撤退到了台灣以後 政府還特別把現在的 中正紀念堂旁邊的一個地方 當作她居家的地方 那當作她居家的地方呢 那黃八妹是唯一被蔣介石 跟宋美玲雙雙双見過的什麼 女遊擊隊員 所以就是說我們看黃八妹的一生 她早年是私消 然後接著抗日 抗日完了就開始打共匪 共匪打完了就參加大神戰役 然後一路到台灣 所以在中義救國軍裡面 那黃八妹 各位看 我們晚年看到她的樣子 就有點像大嬸婆的樣子 對 但是聽說 可是她的快頭還蠻大的 聽說她六十多歲的時候 去那個射擊的時候 槍法還是很準 六十多歲還是神槍手 她打打麻將 六十多歲不戴眼鏡 這麼厲害 完全沒老花眼 完全沒有老花眼 就是說她的身體一向都很好 到了最後 到了1992年 她過世的時候 她唯一的心願 她交代她的女兒 你把我的骨灰 一定要送回她的家鄉 跟她先生謝有勝 她的先生在抗戰的時候 因故被擊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她跟她先生 就共同的葬在了上海 就是現在我們到上海 如果到一個九龍山的地方 去看她的話 她可以看到她夫妻的合照目 總而言之 她成長於東海 然後她死於台海 到了最後她又回到了上海 她真是一個傳奇的人物 尤其我小時候跟她相處 我就知道 這個人非等級人物 黃八妹她過世之後呢 跟先生合葬在上海 但我們注意喔 雙人墓 其實在大陸有幾個墓啊 最難挖哪個墓最難挖呢 唐高宗跟武則天合葬的乾陵啊 這乾陵動用了40萬的軍隊 你想挖出來都很難啊 是唐高宗跟這個武則天的這個乾陵 乾陵就位在哪裡 位在陝西省前線 大概是城北六公里的梁山上面 那當時呢 如果你從那個地方看過去 他很好玩 不是地理位置全都知道了 怎麼會拿挖呢 他很好玩的是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他那個整個的狀況 他如果從乾陵那個地方看過去 他有北風跟南二風 那大家就覺得說 那個北風看起來像是一個頭 那南二風就像是女生的胸部 所以感覺上就像一個女性 躺在那個地方那樣子 就感覺說武則天會選這個地方 可能第一個這個環境很好 但事實上他選這個墓 也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唐高宗過世的時候 武則天就找了當時的國師 一個叫做袁天鋼 一個叫做這個李淳鋒 他說說你們兩個去看一下 有沒有風水保地 結果袁天鋼回來的時候 他跟他講說 有 我在梁山那個地方 埋了一個銅錢 那你知道以前的銅錢 是有這個圓形的 然後中間有個方孔的這樣子 對 有個洞的 那結果李淳鋒回來的時候 他也講說 有 我也在梁山的那個地方 我看了好地方 我給他弄了一個鐵釘 結果武則天就找了這兩個人 去了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知道就這麼巧 找到了那個銅錢 但神奇的是 有一根鐵釘就像這樣子 釘在那個銅錢的上面 等一下 就像這樣子穿過去 你說這個銅錢中間 插了一根鐵釘 是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兩個國師都看中了那個地點 所以就說是這個點 是 所以武則天就決定說 好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 你的意思就是 錢陵這個地方 沒錯 那錢陵這個地方 因為大家也在想說 唐朝當時候 在修錢陵的時候 是非常 一個盛世的狀況之下 裡面好像藏了非常多的寶藏 因為皇帝總喜歡 把寶藏放在自己身上 對啊 所以當時有估計說 唐高宗 他可能過世的時候 埋了三分之一的天下珍寶 武則天過世的時候 也埋了三分之一的天下珍寶 都在他們兩個的墓裡 後裡面還有人甚至說 去研究說裡面搞不好 西式珍寶有500噸左右 那不得了 而且更 挖出來簡直比那個故宮裡面 還要多 對 而且大家更懷疑是 這個錢陵裡面 有王羲之的藍亭集序 因為本來是說唐太宗 藍亭集序在裡面 對 因為本來唐太宗有講說 他希望這個東西 是可以放在他的枕頭 就在過世的時候 能跟他一起 可是大家去挖的時候 發現也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最合理的懷疑 就是應該是在哪裡 是在這個錢陵的裡面 好 那你想說像這樣子 一個珍寶 這麼多的人 大家都知道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想想看 會盜墓的人 難道不會想去挖一下嗎 對啊 但是你看很神奇的是 1200年來都沒有被挖過 一直到1960年的時候 才被人家開始說 正式要去挖掘 為什麼你知道 我們就舉幾個 另外第一個是唐朝 唐朝在末期的時候 有個皇朝的人 那他率領了60萬大軍 進入長安 而且大肆搜刮掳掠之後 他發現有一天 他沒事可以做 旁邊就有人跟他講說 梁山有個錢陵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西式珍寶 你要不要去挖挖看 他一定很高興 那當然要挖 60萬的兵馬上挖 40萬的人出來說 走 我們去把梁山產平 你知道當時人 就帶著鐵錶 什麼圓錶 去弄 挖挖挖 都沒有挖到 那時候挖了 那40萬人挖都沒挖到 挖都沒挖到 他當時得到的情報是說 在梁山的西側 有一些碎石頭 所以可能是在那裡 結果後來我跟你講 一個是挖錯方向 第二個是當時傳說 有狂風暴雨 所以搞得他也沒辦法進行 另外第二個是五代的 這個叫溫濤的這個人 他也是我跟你講 他總共一生挖了 17座的這個墳墓 而且都是挖帝王的墳墓 他當然也對於前陵 是有興趣 那他一定會想要去挖的 三次上山 都遇到刮風下雨 打雷 甚至有暴風雨 什麼 上去都運氣不好 沒錯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 一直到甚至到近 你說前面那些 都是用什麼 傳統的工具 傳統的東西 一直到後來 甚至都有傳說 有軍閥的將軍 甚至去那邊也要挖 而且用炸也要炸 孫電英不是跑去挖 慈溪的墓 是 就有記載說 好像也有人想 模仿這樣的方式 結果一炸要一炸的時候 突然狂風刺起 而且有七個人就死掉了 什麼 就逼使他放棄 那當然這個說法有很多 但結論就是根本沒辦法去挖 對 所以這個說法裡面 就有很多人會去想說 奇怪 為什麼他的墳墓這麼難挖 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詛咒 還是呢 後來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說1960年的時候 不是下去挖嗎 才發現到說 整個這個前陵的墓網 有十個我們現在 中正紀念堂 有沒有 這個大小 怎麼這麼大 沒錯 而且他有39層的這個石柱 一層一層往上堆 原來裡面機關這麼多 而且用了8000個石塊 而且石塊跟石塊中間 不是會有縫嗎 他不是 他用鐵條把它綁起來 你就像那個畫 你看畫面當中的 模擬的場景一模一樣 是 他用鐵條綁起來 而且在裡面灌錫灌鐵 所以他整個的前陵就像 密不通風 就像銅牆鐵壁一樣 所以你看難怪他可以躲過 這麼多人想要偷挖 想要刀墓 通通都到不到 經過了這麼多年 一千兩百年 居然這錢陵挖都挖不開來 裡面究竟藏了多少的寶藏在其中 但錢陵裡面還有一個神秘的圖騰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